你做的是时间的朋友 还是支付时间的利息 好好想想 最近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 他在十年前买一只股票 今年刚刚解套 我问他你真的解套了吗 你等待了十年的时间 你失去了整整十年的收益 这是一个永远收不回的代价 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 十年前你用十万元买的股票被套了 到了21年市值回到了十万元 表面上来看资金解套了 但是这十年人力物力成本 通货膨胀都在抬高 人生本来就苦 何必再相互补刀 十年前的十万元 跟当下的十万元不可同日而已 这不是时间的朋友 这是支付时间的代价 那到底什么是做时间的朋友呢 时间的朋友 是站在企业的起点 去享受企业未来 为你积累的财富的增长 举个例子 08年巴菲特在8元的位置 买入了比亚迪 09年就涨到了80多元 一年翻了10倍 但是老八并没有卖出 继续持有 结果一波大跌 价格回到了12元 经历了9年的横盘震荡之后 17年又回到了80元 但是老八依然看好新能源行业的发展 而比亚迪深耕新能源领域 成为了行业的龙头 在上周股价接近300元 因为10年前买入比亚迪的时候 老八就是看好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当下新能源正处于一个加速的阶段 行业逻辑没有发生改变 公司也没有发生改变 我为什么要卖出来 反过来说 如果你当前买入的股价 透支了未来3到5年的企业价值 你是等在5年之后的终点 让企业慢慢的帮你去积累5年的财富 这是在支付一个巨大的代价 而这个代价是永远收不回的代价 比如我上周说的 2500元的茅台 3.1万亿的市值 70倍的估值 在我眼中就是太贵了 如果按照15%的利润增速来算的话 至少是透支了3到4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这个公司要积累4年左右的时间 才能达到2500元的内存价值 所以当你买的股票被套了 你首先要问问自己 你买的股票的价格 是未来多少年的预期 同时公司也在变动 5年之后 公司还是那家优质的公司嘛 并不是长时间持有 就是价值投资 你听懂了吗 我们刚刚聊的内容 值得你去深思 最后给大家一个有意思的比喻 企业好比是数目 行业是土壤 政策好比是气候 资金是雨水和养料 虽然最后枝繁业貌 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 但无疑 数目的本身才是最为重要的 所以价值投资的核心 是深入了解企业 挖掘它的内在价值 如果你发现当前市场 是属于低估 或者是未来相比之价 是低估的 那么你就买入 与公司一同成长 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 好 听老陆讲投资 我们下周再见 好 听老陆 好 听老陆 好 听老陆